第十四题 这是我的工作是计划分配农药 亲自试农药煞虫的效果 提高各种煞虫效果 醉业深重 请问应如何忏悔 最好是改行 不要再继续干这个事情 那么已经杀的这些虫 你要替它做超度 真正是送经念佛回向给它 这个行业不能做 这个杀虫机能解决农业问题吗 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 它不能解决 所以这个杀虫药的时候 是越来越进步 那个毒性越来越厉害 这些小虫说 它这个 它能够适应 现前这个杀農药 杀不死它 你必须要再加强 再研究更强的 更强的时候出来之后 这一批杀死了 底下一批它又能适应 它让你不断地发展 发展到最后 这个农药可以杀人 它的报复就来了 你一吃这东西 它死了 你也活不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所以这解决不了问题 那么我们自己也尝试 这个农作物 不用杀虫 不用这个农药 不用花费 用过去 从前古代老方法来种植 这些农药虫 很多 我们跟它沟通 像我们的菜品 我们画一个坠落 这个菜品专门供养你们 你们可以到那边吃 那各别那一条以外的 那是我们吃的 你不能来吃 它很守信用 比人好 人有的时候说话不算话 那小虫说话算话 它竟然说 它就吃它的一块地方 其他都留给我们 我们实验了 差不多有十年了 很有效果 而且长得农作物 长得比一般 他们的长得还好 这就说明 可以用沟通的方法了 古墓树也是一样 我在澳洲的时候 种了很多古墓树 鸟来吃 跟鸟约定 直径几棵树 专门给鸟吃的 其他的时候不是直径 鸟不可以吃 它都受药 所以这些小虫小鸟 都很听话了 很好相处啊